- 威威哈囉哈囉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20號呀! 團馬開通,真的好興奮 最近是不是有红磡过海版本 今天不是讨论一些太沉重的话题 不是一集集那么沉重吗 虽然我想起一幕 当时先主刘士军在积极的时候 那时候他在新东西 不是旧东西 屯马线新东西 顺带一提 文学上的分流那些东西 我就去副频道那里播放 就是我想有个分流点 最脚地都是这头啦 旁边可能会分享一下 比较上香港文学上的东西 历史上的东西 我不想一个频道里面 连这么多东西 还有最重要就是 有时这里被这个 Youtube的goldkeeper target了的时候 另一边都还可以顶到两嘴 那话说今天跟大家看一下 陈尹尖 我想这个笔名来的 解得到的 因为陈述出来 让大家去观尖 有爱观尖 有他份 那还有呢 这个东方日报的陈尹尖 假扮屈原 可能教经济啦 不知道 因为最近讲这个 扭规为盈 人家讲铁路这么开心 银河铁路999 突然之间你又去讲什么生意 都不懂得干的 那开飘题 写着扭规为盈 真的很兴奋啦 那当然啦 就是陈尹尖你亏的 没有得盈 那又怎么兴奋呢 这么简单而已嘛 但是不是的 他很讲人啊 他讲什么呢 越有盈亏 一定的啦 8月15日嘛 做人做事呢 就讲盈亏 他的盈字是讲你盈不盈啊 就是MIRROR那只 MIRROR算不算盈啊 那别人有FAN BASE 就是至少别人有捧场客 是不是 那就当是盈的啦 他这里就说啦 别人觉得你有盈 啊 感觉就很好 如果别人觉得你很亏的话呢 各下的成与拜 就已经判准了啦 我想是想说 要我FAN BASE 要我FAN BASE 说那么多话 英文更简短过去 好好检讨一下 理论上应该 广东话简短一点的嘛 东铁线的过海段 就正式通车啦 其实很多人就很MISS 红磡以前 我尤其是啦 以前日日都搭那条铁路的 那条铁路跟我真是很有缘啦 在理工大学巴士站那里等车 跟着又转火车啦 一个交通书楼 很开心的喔 听着那些怀旧金曲 我特意买了一些 就是以前有的 那些叫防操音那些耳筒 它是有那些很厉害的喔 几百元的 跟着呢又会制造那些叫做反波纹 那然后呢就令到一些背景 背景的声音就没有了 这样的 这么厉害啊 给了一整三百元去买 那但是呢 跟着开门的时候 勾烂了 哎呀你说呢 但是我又买多次 那你可见 我对这个听觉方面 是多么落重本投资啊 哎呀那人家那些铁路迷了 是落重本投资铁路而已嘛 那啊 被人笑都有的 有什么好笑而已 是不是先 我觉得 阿罗小朋友 今时今日的表现呢 就正常不过咧 啊我正间和大家否计 反而这些老一代的 啊就不明白那些小孩想什么 那他在这里说 港铁呢 就这个东铁过海线那里啊 啊爆办了扭规为形的形象工程 其实我不太知道他搞什么的 随便吧 而铁路迷就高唱 红磅过海 啊 真的很兴奋 他减车费就兴奋 现在要用陆游卡 就是不给普通那只八达通 我都不明白有什么分别 方便记认 你可不是他的系统又落了格吗 就是安心出行就不安心那些呢 结果啊 你要每一个老人家那张八达通 和其他人适应的时候呢 他自己都觉得有些问题 避免错手啊 所以才整张叫做陆游卡的物体 当然啦 过水又湿脚 换一换卡 啊 他又舔一舔的嘛 那但是红磅过海 是不是很兴奋呢 陈以占就说了 坊间对于什么工程方面 那些盘口问题啊 超支啊 通车时间一拖再拖啊 那些负面的记忆 忘得七七八八啦 错啦 是没有人关心啊 还在那尖尖自喜啊 他真是尖宿啊 陈以占 啊 尖尖自喜啊 在那儿 遲下就不知道 用不需要尖养他啊 那他就说清得上 啊 是一堂值得港官 哦 又分开的 就是他就捧这个港铁 就不知道是不是持有港铁股票啊 就踩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啊 那国安大工呢 他都是在香港政府架构里面的啊 就是顺便踩埋 厉害啊 这个 那但是他又要明白哦 别人香港政府没出股票他买啊 啊 有 绿色债券那些是不是啊 那个 不知道什么绿色哦 帽子啊 别人是小红帽而已 啊 他没有纸绿色债券 什么都好啦 他说要充分学习一下 揣摩一下 学习就学习咯 揣什么摩呢 揣摩就用来揣摩上意的 就不要乱用这些词语 那他就说啦 他好好学习一下 别人的管治学问里面的公关货 做人呢 就不可以没有关公 企业形象品牌 那你知道他教哪科啦 是不是 应该都是那些吹水东西 我不怪得写文了 那跟着他又说到 这个港铁啊 近年呢 啊 他归咎于运气哦 他说头头碰着黑 18年时候四线齐坏 市民骂声四起 19年时候呢 这个 这个党铁之名 并非浪得虚名啦 那再加上啊 很多的那些高铁超资啊 车站损毁啊 再加上啊 由武汉下来 令到自由行大减的那只武汉菌 于是乎就令到乘客 锐甲嘛 哎 那但是他就说到 其实我不认同的哈 红磅过海通车之后呢 很多铁路迷 宽天起地 挑挑弹弹 有这个乐队 花车效应哦 但是之后呢 他自己读穿了的 很有趣的 那首先呢 就少了很多腐皮啦 他都读了 新闻报道有年轻的情侣 各样 那去到这个 红磅线那里 会不会有红磅群组的呢 那陈尔占就说一洗颓风 梅风 梅超风啊 但是 他就说 这些这样的 就是那些小孩 有一种东西 就叫做毒味的嘛 怎么都抹不走 第一 Your face your fate 就是他们外表上不是香港 男性里面最看得的一群 就是他在说MIRROR啦 所以根本呢 他们就不是MIRROR 只不过是一堆ERROR 但是 报道里面见到 有很多叫做 正常样 哇 他真是非常之 讲话有问题啊 这个陈尔占 Anyway 还有四正妹 他应该是想讲市政 都要求罗先生合照 好合理啊 别人这么friendly 那他就觉得 陈尔占啊 这些 可能叫做做梅 但是啊 就连一些品评 男性时尚的网页 都发文评论的时候呢 就不是做梅了 是今期的热话 所以就不枉讲帖了 在广告里面 用歌手 资深艺人 香港运动员 人气KOL 是谁啊 等等啊 就控托这个罗先生 押軸出场的一种脱毒工程啊 那港官就好好学习一下 有没有用到歌手 资深艺人 香港运动员 人气KOL 就是如果他用到这句 我是小学生 我都要撑科技伏技啊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赢了 陈尔尖是这么说的 哇 这些叫不叫捧杀啊 人家小孩你不要搞人啦 但是又这么说哦 就是小朋友这些 你随便给回两三万人去 他又真是愿意出卖自己名气的哦 至于港府有没有用到呢 其实一早就有用到啦 我不明白 只不过用的可能不合他心水而已 陈尔尖 歌手方便啦 你不见吗 你曾智慧啊 罗家英那些冲了出来啦 资深艺人是不是 人气KOL啦 台湾都帮你手啊 德国都帮你手啊 那所以已经是用盡了一切的符合的啦 啊 干啥好讲人是不是 所以有失功韵 只不过港铁 他实实在在有些东西给人看嘛 你如果要港铁走过去 啊 和大家说安心点 搭地铁要撑科技伏技 你看看多少人说他 两样东西来的 啊所以陈尔尖这里有失功韵 啊 不过呢 讲回这个罗小朋友先啦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 为什么啊 就等于以往呢 你看回 竹林七言 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呢 啊 政局黑暗啊 于是乎很多人 就寄情山水 啊 隐居竹林 正所谓帮有道則是 帮无道則隐 你现在啊 就是好像港大那些那样而已嘛 最近 又给了些分顶啊 是不是 哇 如果我那时候去的话 拿很多钱啊 哈哈 但是 他说给你五星星呢 一个呢 就拿成好像四万 还是五万元 就是港大收生啊 要出此下策 就等那些学生 读一下书啊 我不清楚啦 但是 你读完书之后 啊 又不是 给可能 一些同啊 家超同学 V and us 那些 维维维 啊 太息 爪龙根 那些 好熟的 啊 那 就给你一些 order 你做的 而已嘛 你是负责做那些东西 你不见了吗 就算是港大微生学系 你不严 不知几多荣誉那些啊 都只不过是跟你去条渠道索一下东西而已 那你说啦 啊 尊严哦 啊 值几多的奖学金 那宁愿就寄程 这个 那个铁路啦 说知道他开不开得动 你小朋友是这样的啦 按着个按键 跟着啊 我以前都是的 我有砌弱 那你驾火车 啊 入个 长方形那些电芯 跟着他懂得走 你已经很开心的了嘛 啊 变了我都是 但我不是铁路迷来的啊 sorry 你那些什么 山手线啊 啊 又不知什么线线 伦敦铁路啊 sorry 我真的搞不定 我是Google 学派的 入个地方他说我听 去哪里搭车的 sorry 那但是 这种是一种嗜好来的啊 在鑽研啊 铁路火车各样的时候 至少啊 你不需要 搞那么多人制东西啊嘛 官场就黑暗 以往啊 你就可以退居山林 现在啊 人家都只不过是退居 去玩铁路而已嘛 干嘛说人家又有型又规那些 是不是这么说的 都不知几受欢迎 人家就是贪他 那些叫什么 纯真啊 啊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